为了桃园中立区新河里的桃园大增5-1号皮塘 水域面积广大 但周围却缺乏规划 在地方长期争取之下 桃园市政府食物局与农田水利署合作 在7号下午举办了5-1号皮塘绿美化工程开工典礼 将投入2500万元 保留皮塘灌溉排水功能 以及原有的生态环境 设立环皮步道 观景平台 以及景观护栏来美化环境 更规划了三个出入口 让未来皮塘能串联老街西 以及河滨自行车道 桃园市长也以周围陆名 为公园命名叫新生皮塘公园 打造当地成为都市绿洲 这个5-1号皮塘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新生皮塘公园 那这是由农水署跟桃园市政府合作 那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都市里面的绿洲 那有环湖步道 有这个植栽生态 那也有非常良好的水域空间 那老街西的治理也在未来会一到两年内 会全部都开工 大概有22公里的绿带会全部完成 那加上我们水资中心明年开始接管 未来老街西的生态会更美好 市长也说明了新生皮塘公园便捷的地理位置 景离青埔以及捷运A20站 又能串联老街西和船绿带 不仅方便在地民众往来 未来还可以推广从捷运骑UWAC到老街西自行车道 从事休闲运动发展战地观光 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那这个新生皮呢位在A20站 在新河里 那我想在新生路三段这里 可以连结老街西的鹅川绿带 到青埔很近 到A20站也很近 那未来也是自行车 这个漫游最好的地方 也是A20站 未来的居民 最好的休闲的场所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皮塘公园 可以在明年完成 给A20站以及新河里 一个最好的礼物 那A20站所在地 正在充实公共设施 那未来包括 这个停车场 学校 幼儿园 还有新生市民活动中心 都会陆续的兴建 我们希望能够让 这个青埔的下一站 A20站成为未来的亮点 那位市长周文灿也说明了 近年来智府陆续推动 50多个皮塘进行改造 期盼让桃源因以为耗的皮塘 以不同的方式再生 提供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不是一律填平盖房子 发展桃源千堂之下的皮塘文化 那我想未来的皮塘再生计划 我们已经做了50几口 希望未来这4年能够倍增 那它的功能除了 这个传统的水利灌溉之外 还有这个气候的微调节 还有防灾自洪的功能 那也有景观修宪的功能 我想这个是桃源的文化资产 我们会把它当作是都市的绿洲 桃源大座51号皮塘绿美化工程 预计在明年4月完工 是否期盼打造当地成为生态皮塘公园 未来成为老街西 以及捷御A20站的新量点景点 视频尽在关注